以齊心協力 共創未来为主题 国庆庆典表演一共有四幕 剑中穿插了三部短片 在表演登场之前 让我们先赌为快 也看看表演者参与过程的心得 象征我国58年和平与繁荣 58对鸽子缓缓骑入现场 身上的翅膀轻轻拍动 为表演环节拉开帷幕 表演者是新加坡体育理事会 尼拉团队的义工 而其中一对是夫妻 我对大脚车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参加这个节目 我是因为她我才跟着来 尽管是夫妻的照顾 66岁的陈明昭和65岁的何慧珍 是第一次参与国庆庆典 他们对骑脚踏车情有独钟 虽然十几岁就开始骑脚踏车 但近几年才真正爱上这个运动 以前是年轻就没有这个时间 为了工作 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比较轻松一点 我们就为了健康 所以我们就参加这个活动 差不多每个56都骑 骑到牛是一两点 对于骑脚踏车表演 夫妻俩可说是游润有余 但要在骑行的同时挥动翅膀 则需要多加练习 用他的翅膀背起来 我们要身体向前这样慢慢拉 慢慢拉这样就拉上来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给他下来的话 就放松他就会下来 但是我们转弯的时候 就要注意弯的时候要控制 过了几次就会习惯了 这一朵朵盛开的花 展现的是国人在共同面对 挑战时的任性和团结的力量 曲芳是这一幕的舞者之一 扮演翩翩起舞的荷花 舞步必须轻盈优美 因为没有一个舞蹈底 所以当然是有点怕怕 但是我知道经过训练 肯定能克服 对我来说其实蛮一个挑战的 因为它的花的舞步挺精致的 我们要标准地呈现 六百朵荷花中 有些花仙子手中得紧握 随着舞曲变换颜色的三根棒 蓝色代表河流 青色是叶子 粉红色则代表花 这三根棒其实是四米长 它也有一点的重量 所以手臂其实会有一点酸痛 所以当然酒就慢慢地就习惯了 十三岁的陈玉彤和十四岁的袁文伯 则在同一幕披上贝壳 贝壳本身有一定的重量 要掌控它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贝壳很高 如果有很多风 是很难控制那个贝壳 如果你没有这么强壳 你可能会跌倒 上个礼拜当时风真的很大 所以当时我们在后台准备上场的时候 其实很吃力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 就感觉风一直在把你往回拉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 就一直得拼命地往前走 满怀热忱 追逐梦想 第三幕齐心协力的表演者之一 绿色打击乐团 手上拿着各种环保制作 激出似火的热情 回收那些旧的东西 好像桶 金箱这些东西 我们就把这些集合起来 来做成这个鼓 我们演出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尽101%的力来打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鼓棒都会 飞出去 我们真的是用心来打最重要的 希望能和其他的 act 3的那些表演者 代表这个passion和fire的概念 随着主题曲 闪耀你的光芒活力起舞 色情自尽的学生挥舞双手 共创未来 为国庆庆典画下完美休止符 加坡 这是我们最大的最终 配合成立55周年庆 我国空军在今年国庆庆典上 将带来更丰盛精彩的 空中飞行表演 是的 那么这次的表演 是总共出动了21架军机 数量是自2018年以来最多的 当中还包括两款新的直升机 编队飞越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 交叉穿行 直线冲刺 高速转弯 编队飞舞 大家有没有想过 飞行员们是如何万无一失地 呈现这些高难度又惊险的 飞行表演呢 21架军机要共舞蓝天 除了空中的飞行员 空勤 地情人员 和飞行表演行动的统筹等等 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是的 那么助手 在政府大厦前大操场的统筹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掌握 整体的状况 做出准确判断和指挥 确保飞行员准点地划过天际 那空中飞行 地上指挥 这天衣无缝的配合 是怎么做到的呢 马上随记者李来龄 走入飞行表演的幕后 了解五国空军如何为这一场表演 清理筹备 进入蓝天 线上视觉盛宴 黄子豪少校是一名A330 多用途添油运输机的飞机师 这次的庆典表演中 机舱内一共有四名成员 而子豪是副机长 机长的角色是要确保 我们能准确地飞过 政府大厦大草场中心点 而我的角色是和空中交通联系员联系 确保我们得知 政府大厦大草场的概况 需要我们提前或延后 我们的抵达时间 而第三位飞行员 我们的时间掌控者 当我们得知需要延迟或者提早 到达政府大厦大草场的时候 它就会计算出我们需要做出的调整 第四位成员的角色是辅助第三位成员 而通过我们机舱里的系统 来看我们后面的战斗机的定位 是否我真确 A330多用途天油运输机 一共上场两次 首先带领六架组成三角队型的 F-16D加型战斗机 以及紧跟在后的三架组成 V-4队型的F-15FG型战斗机 一起飞越零里上空 另外在国庆庆典现场 A330多用途天油运输机 将同四架F-16D加型战斗机 呈现固定翼编队飞行表演 我们也需要确保机身的稳定度 让较小的战斗机能够安全和准确 都和我们一起飞行 3 2 1 2 stop push 要准点出现在国际经典舰场上空 同时进行一连串惊险飞行表演 协调工作是关键 对整个团队来说是一种默契的考验 六级军事专才黄建斌是第三次担任 国庆庆典空军飞行表演行动统筹 是整个飞行表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他必须实时掌握现场节目进度 同时了解空中整体情况 在关键时刻快横选地向飞行员发出每一个指令 我们非常讲究军机飞入大潮场的时间以及定点 这也代表着我们需要监控典礼的现状发展 如果有些项目比一支的快或慢 我们就会计算军机什么时候要离开 等候空域朝大潮场飞行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通知飞行员 让他们能够有多一点反应的时间做出调整 要胜任这项工作 除了必须对我国空域两无执掌 还要具备飞行操作的专业知识 而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代号 简称Maragos 至于为什么我叫Maragos 大概是因为军机看起来 像是在空中组队飞行的儿 而我就好像是他们的掌管者吧 每一场飞行表演要求绝对的精准 确保万无一失 因此除了频密的彩排 前击的规划工作也少不了 坐在F-15SG型战斗机后座的 武器系统军官复测号上位 就兼任了F-15SG型战斗机 路线规划和设计的前期筹划工作 在空中飞行时 他是飞机师的另一双眼睛 今年的飞行表演 会有更多的军机参与 我们必须确保军机在狭小的新加坡 能够足够地保持安全距离 身为武器系统军官 我需要确保我们在进行每一个环节时 飞行路线的准确度 我也需要协助飞机师目测在大草场周围的各种地标 通过彩排更熟悉地抓准大草场的地面特征 快速交叉 直线冲刺 当两个F-16型战斗机表演出Croston的动作时 F-15SG需要抓准时机 几秒内在几乎同一顶点完成 腾云驾雾分秒一争 我会给机器预计 计划 参与超过一场飞行表演的军机 坚重不会着陆 而是在空中待命保持安全距离 同款军机会在彼此之间保持距离 并维持一致的速度 继续以编队形式飞行 我们会在更高的空域等候 而战斗机将会在较低的空域等候着 确保我们没有任何的冲突 而当我们收到要飞入 政府大厦大草场的指示后 我们将会与F-16型战斗机 再次会合进行飞行表演 我们在间中会在所属的等候空域预备着 等待马拉伯向我们传达 飞入巴当的指令 在环岛飞行后 等待其他项目的时间 一般在10到30分钟 卯足权力紧锣密鼓排练多时 他们已经蓄势待发 稍后的国庆庆典 带着观众一起直视苍穹 今天的诗称狗约秀播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